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其實講到十字軍 十字軍千里迢迢迢東征 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唯有跟穆斯林爭地盤 第一次東征就打勝仗 竟然很成功地在穆斯林手上 搶回聖城耶路撒冷 又建立了四個基督教的十字軍國家 但這一片土地並不太平 穆斯林一直都在 所以亦都時時刻刻地威脅著基督教國家 而十字軍因為是軟征 所以如果被人伏擊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孤立無援 你不可以每次都回去西歐領救兵 那麼十字軍是如何保護他們國家的安全呢? 在中世紀的時候 基督教其實已經發展到頂峰 成千上萬的騎士抱著一夥虔誠的心 走到耶路撒冷 打算跟耶穌說聲撒冷氣喲 為了保護聖地 騎士團亦應運而生 其實騎士團並不隸屬任何國家 他們的老闆是誰呢? 他們的老闆就是教宗 當時所謂的騎士團可以說有成千上萬個 叫什麼名字都有 最出名的只有三個 就是叫什麼呢? 一個叫做聖殿騎士團 另一個叫做醫院騎士團 還有一個叫做條頓騎士團 話說在1099年十字軍攻佔了耶路撒冷 有一個法國貴族在耶路撒冷的一間醫院成立了醫院騎士團 沒錯,真是醫院 每一個騎士都是妙手人渣 不是妙手人心 說明是妙手人渣 所以他們的業務範圍就是醫病救人 聽說還要按摩36小時 是按摩36小時 嘩,一個這麼偉大 這麼正能量的機構 肯定很受歡迎 教宗看到這麼好反應 於是就決定要發展他們 令他們更加壯大 給了一些特權他們 有教宗的認可 也有人民的認可 所以醫院騎士團 勢力也越來越大 有一班妙手人心的醫生 慢慢發展成為 耶路撒冷王國的一支很重要的軍事力量 甚至乎還可以影響耶路撒冷的政局 但是很可惜 十字軍打輸了 後來耶路撒冷被穆斯林搶了回去 所以醫院騎士團自然都不可以再留在那裡 只可以坐大妃走老去到希臘的羅德島 搬到羅德島之後 改名叫做羅德島騎士團 沒多久之後 奧斯曼帝國又派大軍去圍攻羅德島 搞到醫院騎士團又要放棄這片土地 於是乎就回歐洲做乞丐 你一大堆妙手人渣在路上 無家可歸地躺天橋底 不是辦法的 所以七年之後 在教宗的舟船底下 西西里王國就將馬爾他島租給醫院騎士團 並且每年只收一個金幣 象徵性地收租 而這個時候的醫院騎士團 亦都叫做馬爾他騎士團 他們甚至乎還建立馬爾他騎士團國 這個地方他們一逗留就逗留了幾百年 一直到18世紀 拿破崙橫掃歐洲的時候 還佔領了馬爾他島 這個醫院騎士團才被迫投降 這個馬爾他騎士團又失去了領地 又再一次在歐洲流浪和行黑 你又會在天橋底見到你們妙手人渣 一路到1834年 一路到1834年 他們才湊夠錢 在羅馬租了一塊很小的地皮 建了一座馬爾他宮和別館 這個別館和馬爾他宮 到今時今日都還在 而今時今日的醫院騎士團 亦都作為聯合國的觀察員 被聯合國視為主權實體 其實抱過床頭都是一個國家 他們主要的業務就是做慈善 例如在世界各地搞武捐活動 賣郵票賣紀念幣 醫院騎士團的標誌 是一個八角形的白色十字 最早期的時候是黑底 後來去到馬爾他時期 將黑底變成了紅底 可能覺得黑底不太老禮 紅底比較旺 除了醫院騎士團之外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騎士團 就是聖殿騎士團 聖殿騎士團 在耶路撒冷的所羅門聖殿 成立的 他們的標誌就是白底紅十字 這個騎士團絕大部分人都是法國人 即是很喜歡濕吻那些 他們出征為了維護聖地的治安 即是耶路撒冷的治安 保護那些去朝聖的基督徒 由於聖殿騎士團 打著保衛朝聖者的名號 所以教宗和貴族都很關注他們 之後亦都發展壯大 成為了一支很龐大的軍事力量 跟醫院騎士團一樣 在早期的聖殿騎士團 是被授予很多地產 教宗給他們 哎呀你們做得這麼好 那片土地送給你們 前面的樓盤你們喜歡拿去 而聖殿騎士團的人 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是他們的商業頭腦 他們擁有地產之後 就開始做放貸、理財和投資生意 賺到盆滿盆滿了 哎呀你們沒有錢買樓 不要緊啊 我借錢給你買我的樓 什麼你賭錢賭到沒有錢 不要緊啊 我再借錢給你 來還你拿我的錢 哎呀你賭錢賺到錢 恭喜你啊 我們還有一個投資計劃 要不要利滾你、利搭你、認真和味 除了以上業務之外 我們還有保險 幫你老婆買重點保險 說不定有一天 你肯定用得著 哈哈哈哈哈哈 甚至乎還做高利貸 喂小子 還不還錢啊 欠債還錢天公地道 什麼事啊 我告訴你啊 明天不還錢 出入平安啊 連大耳孔都做了 真的沒有人夠他玩了 總之這個聖殿騎士團 就在金融圈那裡 玩到爐火純青、如魚得水 後來有錢到什麼程度呢 有錢到連法國的國王都要向他們借錢 但俗語說 你欠銀行一億 你個人是銀行的 但如果你欠銀行一百億 那銀行就是你的了 後來因為耶路撒冷王國滅亡 所以聖殿騎士團被人打敗之後 就回到法國 當時法國的國王肥力四世 其實他已經欠聖殿騎士團很多錢了 根本就沒有錢還 神經病 那些大耳孔每天都最傻 因為當時他借了聖殿騎士團的錢去打仗 所以死了 債主回來了 沒有錢還怎麼辦 所以肥力四世就盼了 打算不還了 於是一夜之間 抓了整個法國全部聖殿騎士團的成員 幫他們莫須有加了罪名 就說他們是宗教異端 不少的成員都未審判就已經死了 而剩下的那些人也一打火 被肥力四世燒死了 那天就是1307年的10月13日 是一個星期五 這一個也是黑色星期五的其中一個說法 這一個聖殿騎士團一早被人毀滅了 那他們剩下的錢怎麼辦呢 沒有人知道去了哪裏 據聞是被肥力四世偷了 難怪叫肥力 這麼肥 好了 還有一個騎士團叫做條頓騎士團 就是由德國人所建立的 這個團也是三個團中最遲建立的 他們的圖騰就是白底黑十字 在1226年波蘭就請條頓騎士團 去東歐幫拖去打普魯士 自此之後 這個條頓騎士團就一直在征服普魯士 經過了五十多年的血腥屠殺 終於征服了普魯士 之後他們就賴死不走 在當地建立了一個很強大的政權 騎士團國 最後在500年之後 也都被拿破崙解散了 而時至今日 條頓騎士團在奧地里還有一個總部 也都成為了一個純宗教的修士會 一路都會做一些公益的事 這些就是歐洲三大騎士團的歷史了 好了 今集的時間來到也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夕陽到西陵 講下拜佔庭 我們下集再見